都说新冠是老年人的杀手 但是现在孩子们的处境也危险了 我这时候美国的阿拉巴马州 发现9例神秘肝炎的感染者 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神秘肝炎 是因为他们不在人类目前已知 所有肝炎的病毒范围内 目前世卫组织已经排除了 ABCDE型的肝炎病毒 关键是这次感染的9例 全部都是1到6岁儿童 心中两名危重症 必须马上进行肝炎植 同时这些感染的孩子被发现 全部感染的腺病毒 英国更可怕 已经发现了76例感染 不明原因肝炎的病例 而且这是一种急性且非常危险的肝炎 4月5号 在英国最早发现的10例儿童患者中 已经有6人情况危急 并且接受了肝移植手术 可以看出这次的主要规定对象 就是儿童 其中11个月到5岁的幼儿是重灾区 几乎所有被感染的孩子症状 都是肝炎显著身高 黄胆腹泻 呕吐和腹痛 而且传播非常迅速 不光是英美两国 以色列卫生部表示 有至少12名儿童都被诊断出 患有此类疾病 西班牙 爱尔兰也发现了8位感染者 再然后就是丹麦 荷兰等国 其中部分感染者的新冠检测征阳性 目前欧洲急功中心 已经在所有出现不明来源 肝炎病例的国家进行调查 但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 仍然是未知 在现在出现的感染者中 最大的13岁 最小的仅仅11个月 一旦感染几乎都是中症 大量孩子必须马上换肝保命 这先是老人 现在又是孩子 感觉这世界真的是越来越疯狂了